一整天巡查的结果 除有几处小梯漏 总算没有大的差错 还算满意 巡查完毕 唐娟以上将军名义 赏赐给大梁守三名 寄击武士做护卫 大梁守诚惶惚恐地接受了 立即向上将军献上十名 大梁美女和十桶大梁美酒 庞娟坚决回绝 并严厉斥责了大梁守 私自动用惠蒙武女和惠蒙王九 大梁守慌得打功不迭 连连辩解说 武女和美酒绝非官品 只是受大梁父老的重托 表示一番敬谢 庞娟没有一点表情 既非官品 即刻返还大梁父老 大梁守一看庞娟冷若冰霜 芒不迭擦着汗退出幕府 庞娟没有因为这件小事影响谋划 拥抱晚餐 他将尚将军府掌管文书的三名大主书 及掌管杂物的八名少数子 全部招来秘密下令 权术以惠蒙直视的身份 分别加入到五国君主的侍从行列 判平五国君主的动态 庞娟特别严厉地叮嘱 任何重大消息只能向他单独禀报 否则杀无赦 分派完毕 大主书立即发下直视吉福和出入令牌 各人匆忙出仗 分头准备去了 这日五国君主如约抵达冯泽 庞娟终于松了第一口气 夜晚的冯泽分外美丽 六大行园区的各色灯火 在浩渺的冯泽水面 倒映出一个流光溢彩的灿烂世界 军旗烈烈雕斗生生 有军营之壮美 却无战场之杀气 初夏尚有良意的威风中 冯泽弥漫出一片华贵的齿迷 六国惠盟总幕府 设在冯泽北面 衣衫傍水的山腰草地上 地势略高于其他五国行园筑地 五国行园对盟主行园的总幕府 恰好形成五星捧月之势 时夏盟主行园所在的山地 港少林立 山腰幕府内灯火通明 大厅内没有越武侍卫 先到的五国君主 默默坐在各自案前 目不携视 等待旁娟的开场白 旁娟的作案设在平地上 背后是暂时控制的 魏王盟主的长案 旁娟刚刚走进来 没有落座 肃立案前 向君主们所在的三个方向 分别深深义宫 拱手朗生说道 六国惠盟特使 魏国上将军旁娟 参见楚王 齐王 燕公 赵侯 韩侯 各位国君安然到达逢泽 盟主魏王 委派旁娟代为 武军接风洗尘 旁娟不善饮酒 然 六国京城会盟 以安定天下 旁娟愿以卑微之身 敬武国君主一绝 说吧 双手捧起 按上青铜大绝 请受旁娟敬意 说完 一饮而尽 憋得满脸通红 连连地咳嗽 旁娟丝毫没有慌乱 白金擦去嘴角的酒水 又真诚一功 啊 旁娟师太 敬请见谅 赵成侯 爽朗大笑 哈哈哈哈 上将军 破例饮酒 我赵总奉陪 说完 拒绝豪饮而尽 啊 上将军当是名将 田阴齐奉陪 齐威王也一饮而尽 啊 奉陪 韩昌侯 面无表情地 咀嚼引进 啊 哈哈 本宫 寻礼了 燕文宫 矜持地 徐徐引下 楚宣王 一拍长案 啊 呃 魏王特使 魏我等接风 盛情难缺 本王引了 呃 尚将军 请入座 韩昌侯向旁娟 做了个手势 淡淡默默地 开口说道 尚将军 天下皆知 三进一家 然本次会盟 魏王密简 只说了 安定天下 四个字 本侯与妹 尚请 上将军 明告 如何 安定法呀 赵成侯 笑着说 韩侯 所言 即是 惠盟 所约 究竟 何事啊 年轻 年轻 年轻的 七威王 炯炯 有神的双眼 扫尸全场 脸上 却是一片微笑 他心中有数 七国 远处海滨 除了南部和楚国交界之外 和中原战国很少有直接的厉害冲突 他应邀而来 看重的是魏国提出的六国定天下的大方略 想明确的是齐国在其中的地位 至于实际利益 他目下没有奢求 而只是静观待变 所以他只是冷静观察 绝不会主动地询问什么 矜持的燕文公 对旁捐华贵逼人的装束 直皱眉头 内心暗骂 表面懦弱 实则尖刚的韩昭侯 先行发难 他感到欣喜 对赵总的呼应 却感到逆烦 自韩赵魏三家分禁 燕国和韩魏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善 偏偏和相邻的赵国举语不断 燕国忍受不了赵国这个后起强国的逼人气势 却又无可奈何 中山国本来是燕国附属国 可自从赵氏立国 中山国就倒向了赵国 恼羞之下 燕国想吞灭中山 却又啃不动这块带肉的骨头 只有秘密请魏国向赵国施压 三番五次 就和赵国结下了难分难解的敌意 双方都恨得牙根发痒 这次会蒙 燕文公有个铁定的主剑要拿出来 但必须等待最好的时机 而且必须和魏王密意 木下 他想耐住性子看看这个魏国新贵上将军 如何处置眼前的几首题目 楚宣王米良夫内心很是冲动 很想质询旁娟几件事情 但他颇有大国地位感 但凡开口必须在列国之后 不能说一言九鼎 也许昭彰楚国尊严 楚国的实际利益很清楚 东北和齐国交界 正北和魏国韩国接壤 西北和秦国相邻 对于秦国 楚国觊觎之心由来已久 秦国西南部和楚国西北部 军事重鸾叠仗山崇水赋 道路崎岖一守南宫 秦国一个五官卡在西南要冲 出国无法向西北伸展 这一片广袤山区 隐藏着几块丰饶的绿色盆地 都是肥美山水 一旦拿下这一带 顺利越过南山进入渭水平原 秦国可一鼓而下 以楚国实力 挑战其他大国力不从心 但是对付秦国这个日益萎缩的西部诸侯 还是有力量的 但必得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其他大国不干预 尤其魏国不干预 要实现这个心愿 六国会盟正是最好的时机 楚勋王打定主意 只要魏国赞同或默许楚国对秦开战 楚国就在盟约上盖印 否则不承认任何盟约 魏王给楚国的密简上 有六国会盟 楚有大力八个字 似乎比对韩赵实在了许多 魏宣王没急于开口 他要看庞娟如何拆解这个谜团 庞娟拱手说道 敢问齐王 燕公楚王 有何指教 三人神色各异的默默摇头 齐威王微笑 燕文公矜持 楚勋王冷漠 庞娟早料到吴国君主急不可待 队友自己亲自揭开会盟主题 并带魏王进行先期磋商 更是感到骄傲 他轻轻嗓子再次拱手说道 五位国君 五位国君 庞娟继蒙魏王委任六国会盟特使 自当带魏王向五国之君 阐释此次会盟主旨 并行先期磋商 魏王以为方钦天下 周市衰微 诸侯纷争弱肉强食 春秋时期 一百多个大小诸侯 已经减少到三十余个 时有七大国主宰 乾坤 魏王体恤天下苍生 谋划天下和平之道 道在何方 在六大国会盟定天下 对武双震慑天下的目光 庞娟并没有在意 继续从容到来 六国定天下 如何定法 大要有三 其一 六国盟士 互不为敌 永不犯戒 其二 将其余三十余个诸侯邦国 划定大国势力圈 圈内小邦 由宗主大国同属 获吞并 他国不得干预 若大宗主国三年内 无力吞并 则任他国吞灭 其三 枝解秦国 将这个西部蛮夷 从本土上抹掉 此乃本次会盟要害所在 如此三条石石 可保天下 纳入王道 永久西战 庞娟戛然而止 过了一会儿 庞娟四顾笑着问道 为王之义 诸位 以为如何 大仗中 安静的 维闻喘息之声 两久 没有一个人说话 矜持沉默的表面下 五大战国君主的头脑里 都在车轮飞转 权衡力必得失 对第一条 没有一个人当真 蒙氏霸兵 那只是得到些许喘息时日 缓过神来 照打不悟 关键是 后两条非同小可 非但瓜分所有小国 而且还要瓜分大大的一个 秦国 这可是任何一个战国 都从来没有过的大胃口 大谋划 乍一听 这个谋划非但宏大 而且各方得意 然仔细一想 文章多得一下子 理不出头绪来 作为争雄天下的战国君主 谁都在波涛汹涌中 沉浮过几回 一旦涉及根本 他们绝非一鱼之辈 没有理清 就不置可否 绝不会在结构眼上 轻率说话 庞娟没有料到 会有如此僵局 按照他的设想 谋划一端出 会立即引起争吵 如同狗对骨头的争夺一样 如今看来 他们在细细地揣摩 并没有 急吼吼地争强 庞娟略 略以私存 向楚王摇摇拱手 恭敬地微笑道 敢问楚王 魏王欲将秦国西南 交楚国处置 不知楚王 肯纳否 脑子里正车轮飞转的 楚宣王 一时忘记了 亡言避余后的尊严铁则 不由脱口说道 秦国西南 自当楚国接纳 然则 秦国腹地在渭水平川 沃土八百里 难道不分一勺羹 与我大楚了 庞娟淡淡一笑 哈哈 姿势体大 敢请楚王与魏王面商 韩昭侯冷冷地说 韩国四周 没有小邦可并 秦国渭水腹地 里当全部由韩国接纳 齐魏王啪得一拍长按道 齐国距秦千里之遥 无意分秦寸土之地 然则 鲁宋薛三国 须得全禁交齐国处置 未处不得染指 这是公然的 像两个最强的大国要价 举座不禁侧目而示 楚宣王 大皱眉头 摇着头拉长了声调 齐魏王啊 你胃口太大了 鲁宣两国姑且不说 宋国可是楚位之间的地盘哦 啊 齐魏王天音齐面色凝厉地笑着 啪得一拍长按 楚王所言差异 百年以来 楚国吞灭小诸侯 二十一国 晋国吞灭十二国 齐灭四国 秦灭三国 越灭两国 数一数 哪国胃口最大 啊 楚国 楚宣王刷得冒出了一头大汗 一时被噎得反不上话来 半日沉默的燕文宫悠然开口 齐王这笔账算得甚好啊 春秋三百年 恪守王志 未灭一国者 唯我燕国也 今日会蒙 不知列位何以报偿啊 赵成侯厌恶地向身旁铜盆中 啪得吐了一口痰 冷冷一笑 三百年寸土未得 酒囊饭待乎 战国乎 燕文宫恼羞承诺 派案而起 赵总 修得欺人太甚 天下九州唯有道者居之 燕国不堪 却也是六百年 安如泰山 赵国如何呀 啊 区区五十年诸侯 有何颜面对本宫恶语相加 啊 赵总 一阵的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鸡烦 别犯酸 啊 赵氏子孙 素来不吃 祖上功劳 赤手空拳 打天下 有本事啊 别找靠山 燕照两国堂堂正正百战场 看谁个 安如泰山 胖娟欺望这种争吵 没有五大战国相互争夺 为国横平天下的霸主地位 就无从谈起 他一直微笑着面对争吵 对他们开始的沉默感到好笑 见赵城侯画风转向了他 庞娟拱手笑道 哈哈哈哈 赵侯笑谈 六国会盟 秦如手足 天下未定 自相憨斗 岂不惹天下笑话 庞娟以为 今日大计 以分秦为要 虽而小国之存亡 可另行商定 庞娟所言 实乃未亡之意 诸位高见啊 又是一阵沉默 庞娟所言 的确有理 要在一次会盟中 商定对三十多个 中小诸侯的分割 牵扯出的数百年恩怨纠葛 未免太过复杂 几乎不可能 人皆认可 然 五国君主默认 庞娟的更深理由 还不在于惧怕 发生恩怨纠葛 更为深广的理由是 当前势力范围的划分 吞灭中小诸侯的权力 确定 仅靠一张羊皮盟约 根本不可能实现 谁灭谁 能不能 完全要靠实力 此时口头争吵 最多出出气 远远的落不到实处 文件事 这样子 有关于 某个人 磅